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解憂雜貨店 南宮雜貨店的奇跡 改編是日本暢銷作家東野歸吳的長篇小說解憂雜貨店 由廣木隆一指導及改編劇本 山田良界和西田敏行主演 我也沒有看過這本小說 所以單就電影來做討論 原本這部電影沒有排在我這禮拜的片單裡面 是那些電影教我的事跟我說必看之後 我才決定放下手邊的工作衝去看 看完之後果然真的很好看 解憂雜貨店有讓人解到憂嗎? 對我來說是有的 劇情敘述在日本的70年代 有一間會回答大家煩惱的讓死雜貨店 和30年後2012年有三位年輕人闖入了這一間移城空屋的雜貨店的故事 片長蠻長的大概兩個半小時 不過在節奏上不會讓人感覺到過了很久 而是你會一直期待他不要演完 劇本上大概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魚店音樂人的故事 第二個是雜貨店老闆的故事 第三個是迷惘汪汪的故事 還包含其他來信的人的小故事 不斷讓人有驚喜 彼此之間很巧妙又不落熟套的連結成一個龐大的故事 這個故事最大的賣點就是一個個有煩惱的人 他們都得到了回應 你知道我們平常在手機上面收到一則短短的回覆 都會讓人開心個一下子 更何況是收到一封有人用心回覆的信件 那個滿足感是很強大的 我會說這個故事的核心是善念 雖然來請老闆解憂的人 可能只是想要有一個人聆聽他的煩惱 但雜貨店老闆對收到的每一封疑南雜症的那顆心 他的回應都是思考著怎麼讓人能夠幸福的活下去 能給對方最大的力量去面對生活的困難 而不只是想要給出一個神回覆 電影中沒有講到老闆為什麼會開始做這件事情 回答大家的問題是跟誰的約定嗎 但是在我看起來比較像是老闆的興趣 他就是一個充滿善心想要幫助大家的好人 你會非常喜歡西田銘行飾演的這個老闆 我想認識他的朋友一直都很喜歡他的可愛和逗趣 有點誇張的表演但是又可以很感人 他的故事雖然沒有被交代得很完整 但是我可以接受那些沒有被講清楚的部分 三十年後闖入這間空屋的三位年輕人 扮演著推動關鍵劇情的角色 也是最重要的人物 他們就是很自以為是的年輕人 面對性中的問題都會用一種很現實 很理所當然的態度去回應 可是到後來我們可以理解這三個年輕人 他們有著不確定的方向 只看到這個世界不斷的被掠奪 而自己又無能為力 所以他們只是很心服氣躁的去對待自己的未來 在這關鍵的一頁 他們才發現自己能夠走到今天 是得到多少人的幫助 是應該感激自己過去的每一天 好好的去實現自己未來的夢想 我很喜歡山田良界在讀性的那一段戲 但其他人都不喜歡 雖然他在這裡面是蠻帥的 不過傑尼斯的人演這種小流氓好像都一個樣 反而另外一位飾演祥泰的春上紅狼 我比較喜歡他那一股稚嫩的青澀感 林淺都飾演的松岡克朗 應該算是最討喜的一個角色 我很喜歡他吹口琴的那一場戲 說到那首歌另外那個女生小琴在唱的時候 是我覺得整部電影中比較不喜歡 有點過長的一段戲 而且那一段舞蹈真的是一點幫助都沒有 還好最後在這首歌出現的時候 還是有把劇情推上去的作用 劇中主角說人的命運才不會那麼輕易的被改變 的確我們沒有辦法那麼輕易的改變自己的命運 只能改變自己面對命運的一個態度 是我覺得解憂雜貨店他給我的一個歧視 這部電影有苦有嫌不會太過於美好 我看完之後真的是蠻開心要來看這一部電影 有一個蠻正面的力量在 除了導演拍的好改編的好之外 我想援助的東野歸舞也有一大半的功勞在他身上 真的是一本很厲害的書很棒的電影 解憂雜貨店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喜歡今天影片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給你的朋友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 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別忘了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是想法 想要跟我分享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若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歡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